大家好,我是西洋参老梁 今天是2021年的7月30号 咱们继续漫谈西洋参的第26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老梁卖的西洋参有几种 都是什么价格 大家都知道市场上西洋参的种类是五花八门 各种区分的方法都有 然后各种等级 然后有不同的价格 我们就非常简单 根据单只参的重量区分的三个品种 小号、中号、大号 1到5克是珍珠粒的 5克以上到25克之间 基本上在这就是中粒 然后25克以上的就是大个 像这个估计40、50克都有了 这个超大的 这个稍微小一点 但这个也是25克左右 25克以上的 重量超过25克的在这 上不封顶 但是我们现在一般就是最大的一份5只克左右 这样大的 咱们的身的分类就这么简单 买过咱们身的人都知道 我们的价格表上我们也就是按照三种分的 我们有三个包装 不同的包装 看到这个啊 这是中号的 经典的 这绿色盒子呢 是这个珍珠粒 这个黄色盒子的这个 就是这个大粒 大家看到这个啊 每集视频结尾的时候都会放的有这个照片 就是这个 这三个 绿色呢 就是珍珠粒的 中间这个就是中号 中立 鱼itz 原尾身 左边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大粒的 大粒的基本上在R15克以上 好 就分这三种 我把照片也会继续贴出来 大家可以去参考 比较简单 然后呢我们也会给这个盒装的身体再配一个理盒啊 像这样的 这个理盒呢是环保的啊 内心是纸质的,外边是哑麻布的 这都是完全环保的 这是咱们的品牌 这个盒子打开是这样的 给大家看一看 好,打开以后是这样的 这里边装着咱们的西洋深 这盒子是跟它配套的 这里边的深呢 你比如说把它拿出来 这个是五年的 五年的大理深,精品大理深 然后这绿盒也可以装进去 一样,绿盒装进去就是这样的 然后盖住,然后封上去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礼盒 深呢就分了这三个规格 小号中号和大号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还分一个年份啊 你看大家看到包装盒这个 左下角有一个写着五 写着五的呢就是五年深 五年深的 我们还按年份去分啊 你看这个写着六的 就是六年深的 我们现在主要卖的就是这两个年份的 就是高零深 大家都知道高零深它的药效值最好的 在市场上也比较稀少 但是我们主打的就是高零深 我们不卖那个低零深 在这个市场上卖低零深的人很多 国内也卖的很多 我们是主打的就是这高零深 五年和六年的 所以你在咱们的价格表上也能看到 分三种 但是两个系列 一个是五年系列的 一个是六年系列的 盒子都一样 但是年份不一样啊 就真正要吃西洋深的人 他们真的想吃的就是高零深 我们之前讲过好多集啊 讲过怎么去区分 西洋深的这个优劣 就是怎么区分他的年龄啊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 没看过的可以往前看 老梁以前讲的视频啊 都有介绍 然后我会把我们的西洋深的这个价格呢 也贴在咱们这个视频里边 如果有人需要这些价格表的话 也可以私信我 加我的微信 我会把这些我们的价格表啊 一些资料啊 图片资料啊 发给您可以参考一下 咱们西洋深基本上就讲完了 非常简单 小号的一到五克 它是一套的 珍珠粒 中号的五克的二十五克 这是经典的中立深 这是大号的 这是二十五克以上的 二十五克以上的 在这儿 黄河里边装的 在这儿呢 我跟大家贴出来几张图片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但这视频里边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如果有朋友需要更详细的资料啊 图片啊 报价单呢 可以那个加老梁的微信 我会单独给您发这些资料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啊 今天呢 咱们就讲到这儿 祝您健康平安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各位 俱乐夕阳身越来越好 俱乐夕阳身越来越好 俱乐夕阳身越来越好